新加坡海市及港务管理局和新加坡旅游局今天中午发布声明说 本月3号从新加坡港口前往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意大利邮轮 哥斯达信号邮轮将返航新加坡 并将按原定行程于明天也就是3月10号停靠新加坡码头 该邮轮的乘客和工作人员在下船前将测量体温 并且接受相关的健康检查 声明指出这艘邮轮的母港是新加坡 所以按照程序新加坡政府决定允许邮轮停靠 据了解哥斯达信号邮轮上有2000名乘客 其中64人来自意大利 该邮轮此前曾被泰国和马来西亚拒绝入港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的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5点 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17例 升到了511例 其中韩包机归国病例14例 此外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确诊病例为696例 目前日本国内死亡8例 钻石公主号邮轮死亡7例